台北的饒河夜市知名小吃店 在18号被四名的客人颇油漆翻桌 整间店被搞得满目疮痍 四名男子砸店之后还逃逸 店家说没有债务上纠纷 也不认识对方 所以警方展开追查 陆续打到四名的嫌犯 嫌犯声称是因为店家的态度差 才会迫切洩费 目前争取的案件 由警方进一步厘清当中 男子头套帽踢 手插口袋快步穿越马路 另一边有男子拦下计程车 打扯离去 还有两名男子身穿黑衣快速走过 四人分别离开 但他们才刚刚在饶河夜市 对小吃店迫切洩 店家门口地板上全都是蓝色油漆 垃圾被丢一地 灶台上还有空油漆罐 锅子里也都染上颜料 做好的药顿排骨统统作废 整间店看起来惨不忍睹 有人丢什么 拖到蓝色的游戏 很少会发生 事情发生在18号晚间10点多 台北饶河夜市 店家表示没有债务纠纷 也不认识对方 远警货报展开追查 通知灵性男子到岸 他公称和另外三名朋友 因为店家端菜态度太差 才会不满破漆杂电 被迫及的店家是夜市知名名店 有多年历史 警方认为不单单是态度差所引起 不排除背后有其他原因 详细案情还在厘清当中 接下来我们梁富丽佳台北报道